古法研制矿物颜料 尽心感受壁画修复 提笔描线 起舞飞天 10月26日 在位于甘肃省敦煌市的 墨高学堂壁画联摩课上 来自西北师范大学的留学生们 拿起毛笔 调好颜料 认真描摹壁画 感受着千年前的匠人精神 用心绘制厨艺复复 充满敦煌风情的壁画作品 这是我自己画的 我画的是 凡大琵琶 我觉得很好玩 很有趣的 受家庭环境影响 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兄妹 李安 王小芳 从小就对中国文化 情有独钟 此次的敦煌旅行 也让兄妹两人 对中国有了新的认识 因为我的奶奶是中国人 而且我在哈萨克斯坦 很多次经过中文音乐 所以我对中国很向往 我们来东潘市 了解了很多历史 在某高枯画了壁画 这个壁画是一千多年 我们能看到这是非常感动我 从来中国知道了碧马云 现在我们知道了敦煌 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我觉得 我也好想当一名导游 这样我觉得有更多的时间去看 还可以了解两国的风景和文化 可以把这些讲给我更多的朋友 爱情 延续活动中 来自巴基斯坦的王海 弹奏着自己国家的传统乐器 热瓦谱和同学们一起唱歌 通过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在社交平台上 王海经常分享自己的生活日程 通过这种方式 让更多人了解中国和巴基斯坦的文化与历史 我作为就是一个音乐爱好者 有的时候我就到咱南桌的钟声桥 吴泉山也南深那边 就一边拍风景 一边录我的那个音乐 就发到我的那个社交媒体上 我自己家乡的一些特色的产品 什么我们那边的风景 也会发到社交媒体上 让中国的朋友们更了解那边的特色 那边的风景 摩高库里面有一些壁画 那上面我也看到了有琵琶 以后能找到一个中国朋友 他能弹这个乐器的话 我特别愿意去跟他交朋友 本资活动旨在让Z世代中亚留学生 亲身参与切身感受敦煌文化 共有来自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哈萨克斯坦 巴基斯坦等国家的22名留学生 前往墨高窟 明沙山岳亚全景区 敦煌亚丹国家地质公园等地 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